宝马F900R骑了一年 那我总共是花了多少钱 之前有朋友在问我 我的那台宝马F900R的用车费用 包括购车成本 正好我这台车也是刚好满了一岁的生日 所以今天就借机一个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 过去的这一年 我的这台宝马的F900R整个的费用情况 我的那台车裸车价是十万七千九 比指导价是便宜了一万亿 当时做韭菜了没办法 然后购置税是九千五百四十八块六毛七 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保险方面 交强险加上商业险 就是包含了三九和车损的 整个的保险是四千五百九十八块七 但是我又被额外捆绑销售了一个 五百九十八的人生意外险 这个情况大家都懂 然后我又找朋友是买了三年的爱车宝 打了个折 给我的价格是两千七百四十四 比外面的正常价格便宜了一千多块钱 然后上户非常惊喜 只花了我五十五块钱 然后刚才忘了说 这台车买的时候 C4原厂送了我一个原厂的这个护杠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装这个护杠的时候 他还向我收了两百二十五的公司费 真的是只送护杠了 所以整个的购车的成本是合计起来 十二万五千六百六十五块三毛七 这个样子 这台车我主要是通勤 佛系通勤 所以油耗不算高 差不多我的表显油耗在四点零到四点零之间浮动 这个地方我们就取一个高值 取一个四点零 然后油价因为不断在变 所以我们就取个九块 因为我的油耗取了高值 所以这样算下来 百公里的油费差不多就是四十块五 所以我跑了八千公里 整个这一年 油费的支出大约是三千二百四 然后我在一千五百公里 还是一千八百公里的时候 做的手保 手保的费用是一千四百一 然后我每个月大概会洗一次车 洗车的成本大概是五十块 然后做了几次链条的保养 这块成本我就算个八百块钱 所以用车的成本其实不算高 总共就是五千四百五十块钱 我的这台车拿到车以后 就是去我朋友的店里贴了一个全车的车衣 花了两千块钱 后来大家也知道我刷了程序 同样是花了两千块钱 然后到去年秋天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国产的风打 六百五十块钱 然后加了一批的防摔七百块钱 然后后来又在海鲜市场 淘到了原厂的下扰流八百块钱 然后又淘到了原厂的后座带 屋外五十块钱 这里加起来差不多就是六千七百块钱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的车的后期照片 轮胎已经换成了米其林的Power 5 但这套轮胎其实我没有花钱 是感谢米其林的朋友送给我来进行体验的 所以这个成本就没有算在这六千七百块之内 但是如果你的车已经跑了八千一万 甚至一万两千公里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可以要考虑换一套轮胎了 所以这个成本大家酌情往改装的成本里面加 好那说完了用车改装和这个买车的成本 基本上我过去这一年在这台车上花掉的钱 总共就是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九块 三八九 当然了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小东西 小的一些新型件 几十百八块钱的我就没有算了 加上去也不会太影响这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一个参考 如果你也想买一台F900或者说是价格差不多的摩托车的话 购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在拍摄这条视频的同时 其实我也淘了一套二手的天蝎碳纤维排气 现在正在路上 应该很快就会到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也会把包括轮胎 包括排气 这两样相对来说还比较有意思 比较相对比较大的改装项目来跟大家仔细的录个视频来聊一聊 好 这一期的节目就这样 拜拜